我們今天讀經 這三段經文都是講到神的寶座的榮耀 有講到彩虹 今天很特別是因為 我們姊妹Melody會分享 她沒有看過以西傑書的經文 她沒有機會看到 或者她沒有留意到 她說看了沒有留意到 這個講到彩虹 她就說她在異象看到神的寶座 我看到那裡有彩虹發出 她就告訴我 接著我就找一個經文告訴她 《聖經》又說了 所以這個一旦她不知道 就更加證實她的經歷是真實 不是作出來 譬如說我已經知道有彩虹 我看的時候好像覺得是彩虹 但她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而她看到彩虹 所以這個是支持 她所見到是一個真實的異象 以西傑書一章二十六節 我們也看看她形容神的寶座 我們一起讀 在他們頭以上的松瘡之上 有寶座的形象 彷彿藍寶石 在寶座形象以上 有彷彿人的形狀 我見從他腰以上 有彷彿光耀的精金 周圍都有火的形狀 又見從他腰以下 有彷彿火的形狀 周圍也有光輝 下雨的日子 雲中紅的形狀怎样 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样 這就是耶華榮耀的形象 我一看見就虎伏在地 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這裡說到 天上這個寶座真是很美 那裏寶座的形狀好像藍寶石 在這個寶座形象以上 有彷彿人的形狀 好像是人 其實這就是天父 那就是好象人的形狀 這個形狀是好像人那樣 因為神也是照著他的形狀 這個是照著他的聖情 亦都可以照著他的形狀 但是天父是沒有一個肉身的身體 是耶穌才有的 因為耶穌降生做人 所以他有肉身的身體 但是天父都是有一個榮耀的形狀 好像是人的形狀 那腰耳上就好像光耀的晶金 在天堂裡面 全部都是金來的 周圍都是金 並且是透明的金 一會兒我們會看到的 彷彿光耀的晶金 周圍都有火的形狀 好像有火一樣 在腰耳下又彷彿 也是火的形狀 也是周圍有光輝的 下雨的時候 這個雲中的紅的形狀 周圍的光輝形狀 有天我去到天堂 看到耶穌神的時候 在祂面前 在祂周圍發出 好像彩虹的顏色 不同的顏色 非常之美麗 這就是耶穌的榮耀 當以西結一看到的時候 他立刻腐伏在地上 然後他聽到一位跟祂說話 由啟示六四章二節 在新約聖經 我們一起讀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 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看那坐著的 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紅為著寶座 好像綠寶石 有閃電聲音雷轟 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 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 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 有四個活物 前後片體刀滿了眼睛 這要講到約翰 上到天上 就見到一個寶座 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這個坐著的 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亦有紅 有彩虹在它圍著寶座 好像綠寶石一樣圍著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 從寶座發出 即是說 你可以想像在寶座上 經常有閃電有電發出來 有聲音發出來 即是充滿能力 因為神是充滿榮光 充滿能力 所以在祂的周圍 都好像有火焰一樣 然後有七盞火燈 就是七靈 七靈的意思 不是代表七個聖靈 是神的完整的數字 即是這個聖靈 它是七方面 在人生命中造工的 有七靈 寶座前好像玻璃海 這個就好像透明一樣的 你看一下經文 看到好像玻璃一樣 天上好像站在玻璃那裡 但又不會掉下去 如同水晶 好像水晶一樣透明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 前後片體都滿了眼睛 全個都是滿了眼睛 這些都是非常奇特的生物 在天上 我們將來去到天上就會看到 好了 接著是出埃及的二十四章九節 就是摩西和長老上去西冷山的情境 我們一起讀 摩西、阿倫、拿達、阿比戶 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 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 他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 如同天色明靜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們觀看神 他們又吃又喝 這裡神被摩西帶領的長老 一起上去 看見以色列的神 腳下好像平鋪的藍寶石 好像天色明靜 好像看到天上 好像透明的 好像有藍色 但好像一個明靜的天空 是純藍色的 而神當時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們坐著看著神 神又讓他吃東西 他又吃又喝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不過可惜就是 阿倫沒多久 居然做了一個金牛毒 這件事好像很難明白 你看到神如此榮耀 怎會做金牛毒 怎會犯罪 為何這些長老會犯罪 這就是人的本性 希望我們看到神的榮光 神的榮耀 經歷到神的同在 我們都全心依靠神 親近神 尊重神 走神的路 祝你 來吧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